醫院裡派出智能機器人代替人手 為患者送藥到病房 不少醫院更出現AI機器人來到最前線 幫助醫護人員進行疫情控制 不論是幫忙運送 病患需要的藥物 或是對整個環境進行大消毒 這些機器人都能幫你達成 觀眾朋友在我旁邊您看到的 他進駐聚焦2.0的攝影棚 這是全台首創的消毒機器人 主任您幫我們介紹吧 好 我們其實這個機器人主要的用途 是用在我們的手術室 還有我們的加護病房 因為大家知道對外科醫師來說 他最怕的是什麼 我開的刀開得很成功 可是卻感染了 那另外在加護病房呢 其實有很多的病患 他是屬於急重症 所以他的免疫力會特別的差 那如果在這地方發生感染 那其實對變人來說是雙重的打擊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 在這些地方都很重視感染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在銅綜合 採用這個機器 他有一些好處 那像各位觀眾現在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他是可以自動移 就是可以自己自行移動的 那第二個他其實他的紫外線的能量 非常的強 那他用的是叫做 我們其實稱呼叫做UVC 那在紫外線部分 其實有分UA UVA UVB跟UVC 那其實這種UVC其實 他在太陽照經過臭氧的時候 就會被吸收掉 所以這個光可以說是地球上沒有的光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 所以他其實現在是非常非常微弱 幾乎沒有光的 而且他是在醫院來進行大消毒的 他是遇到障礙物 他會自動停止的 我是障礙物來小U U是紫外線的意思 所以在醫院都稱之他為小U 他如果看到障礙物的話 這一台消毒機器人 他會自動停下來 他就不動了 而他的特質是在14分鐘之內 他可以消滅細菌嗎 對 他的特色就是 我們傳統上的紫消燈 在一間手術室消毒 可能需要40分鐘 而且傳統的是固定點的 所以我們消毒 我們的人員還要進去把他移動位置 那因為這個紫外線 其實對人體是有害的 所以我的等於在消毒的時候 人必須要在外面 對 你看啊 加護病房經過機器人 14分鐘的消毒 細菌培養減出 降低多少 83.5% 透過一種地球上沒有的光 消滅病菌跟細菌 來降低院內感染的機率 你看我們特別標出來 什麼1啊 2啊 3啊 到12啊 止血機啊 電燒機啊 醫師的鍵盤啊 只要他輪一圈 乾乾淨淨 而且這一台小U 他也進駐雷神山醫院 而不是這一台啦 就是你們有很多台 其他台有進駐雷神山醫院 對 因為我想在大陸那邊 應該也非常需要這樣的設備 因為在大量感染的時候 其實在醫院裡面的 病毒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你可能病人進來之後 進進輸出這個量是很大 所以這個病毒會很多 那不是只有新冠病毒而已 你可能還會有 同時有很多其他的細菌 所以這時候如何要很快 又有效的消毒 就是醫院很重要的科體 那像剛剛無音節講說這幾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都是死角 在我們傳統上被忽略的 喔 死角 對 像是我們這個點滴架 還有這個無影燈 你覺得在天花板上面 這個怎麼會有一些飛沫呢 其實是有可能 因為變成如果在這邊咳嗽 它的飛沫可以飛到 大概一兩公尺遠 對 所以其實包括這個天花板 這邊的無影燈啊 或者是點滴的架 甚至在床頭床尾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標的這幾個點 都是過去在傳統上 會被忽略的點 在人力上消毒上 會容易miss掉的點 因為它是透過一種地球上 沒有的光喔 其實在錄影之前 小U它已經在聚焦2.0的攝影棚 仔仔細細地走一回了 我請主任我們來看畫面 我們當時是進空了 所有的工作人員 這個時候的光有多強 這時候的光 它其實能量最高 可以到達1000焦 所以我們一般人 是不能隨便靠近的 因為你一靠近 可能就會被曬傷或灼傷 甚至可能會有自癌的危險 所以它其實自駕的好處 就是我的人員 其實是可以在遠端做遙控 這樣就可以達到很快消毒的效果 而且它遇到障礙物 它馬上會自動轉彎 對 這個時候旁邊是不能 沒有 絕對不能有人員存在的 它可以殺死 包含像是 念珠菌 綠濃感菌 腸球菌 等等之類的 它可以殺死哪些 在醫院很難纏的菌種呢 我們在醫院 其實不管在加護病房 或者是在手術室有十大細菌 對 是我們非常非常害怕的 包括像雲姨姐剛講的 念珠菌 長球菌 跟綠濃感菌 其實它還有所謂的 克雷白氏菌 包氏不動感菌 這些細菌都是院內感染的元兇 那我們這個機器人 其實不光只是應付這次的肺炎 它對這些傳統上 醫院很難纏的細菌 其實它都有殺菌的效果 好 我們很擔心的是什麼 院內感染 我們必須要回憶起 在當時17年前 和平醫院的情況 當時就是瘋院 4月9號 台北市和平醫院 時候是一個感染 SARS的曹信不仁 隔一天 院內另外一個洗衣工 出現了高燒不退等症狀 後來院內開始交叉感染了 護理長陳靖秋等 許多護理師陸續的發燒咳嗽 這個疫情從此一巴不可收拾 總計150人在和平醫院染煞 當中有35人不幸病逝 主任 你的憂心在哪 現在台灣已經出現 院內感染了 其實和平醫院一直是我們 醫界一個非常揮之不去的夢魘 那當你發生 院內感染之後呢 其實會面臨到一個骨牌效應 第一個可能是在醫院裡面 負責照顧病人的醫師跟護理師 他會暴露在這個風險 對 那其實一個醫師或一個護理師 他在訓練上他的養成是需要好幾年的 所以當我們這個醫師跟護理師 他禮病之後 他其實會造成一個很大的醫療的缺口 那再來就是這些醫師跟護理師 他接觸到很多的患者 對 所以可能包括其他疾病的患者 你可能會因為這樣受到感染 來 創校哥 所以現在院內感染要急需保重的 包含三個點必須查 急診室 病幫 清潔工 務必請查 是 院內感染最麻煩是什麼 我們現在防疫呢 就是靠這些醫護人員就像他們的 是前面的衛兵 是白雪球 如果他們出了狀況 就是我們免疫力出的狀況 而現在台灣呢 是全世界守得最好的 但守得最好之後 大家還是很緊張 原因就是說 由兩起 目前是小規模 但是可能有點院內感染的情況 一個是二十四例 但是二十四例呢 現在機管局已經講說 Case Close 可是現在最麻煩的是三十四例 而三十四例裡面的關係呢 是開始很多人就發現說 這個院內感染可能有狀況 為什麼呢 三十四例的時候就是 有一個糖尿病的低血糖 然後進去以後 沒想到住了一個禮拜之後 二十一號的時候 突然之間他有狀況 有狀況確診 那確診之後 馬上的那個醫院裡面去查 那時候其實當上個禮拜六 陳時中宣佈三十四例的時候 我旁邊剛好就一些 疾管局的或一些專家 一聽他們臉都沉了 他們說這個東西最麻煩 果然 後面就出來了三個醫護 一個心結宮 然後後面又再出來的是 還有的是去看病的女兒 然後接著是同病房 就是那一區的病房 某一棵的病房 裡面的不同的房間 另外一個女兒去看他媽媽 看他家長輩也中了 然後這個時候就變成是